欢迎收看五期股市同学会 我是陈明君 各位同学上课了 联整会放歌了 台股大盘指数今天拉出长红再创高 最高已经超过了17600点 再创了波段新高 第一大工程是台积电 今天除夕上演了秒天席 另外研发AI晶片大有展获的音叶达 第二天亮出了涨停板 不过高价的IP股多数熄火 高低价轮动不用担心吗 因为靠鲍尔给大家信心 鲍尔说如果通膨控制得宜 的确在规划降息的这个想法 此话一出美股大涨 外资会不会再用力的回补台北股市呢 尤其今天看到联家军转强了 他也要做IP了 IP成为台股的标股方程式吗 马上欢迎特别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分析师 肖又铭 老虾好 明君 各位同学好 欢迎分析师郑伟群 伟群老师好 明君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分析师邓尚伟的老师好 明君 同学们 大家午安 包括这次唱高歌 明年说会降息三次 台币升值相当强劲 外资这次真的回来了吗 有没有机会再买买买 一路做到大选之后呢 我们看到昨天老虾老师才说 大盘在休息在整理 可是要攻要看什么 联电跟联家军 就这么吵 联电昨天讲说 他们要从IC变身IP股了 要靠左右两大护法 一个是系统 一个是智源 靠这两大护法 金钟罩能够护身吗 兼系统公道 亮灯涨停板 联家军一档一档的冲 谁还有机会表态呢 这作杖气势来了吗 请问老虾老师 刚才看到的是 一样有IP这个标股DNA的 就是英叶达啦 英叶达连续两天跳空锁掌停板 那买不到怎么办呢 你排也排不到 追谁比较有机会 那IP股还有没有便宜货呢 因为今天看到高价的IP股 包含了世兴KY 包含了创意 今天都跌倒了 但是灰达晶片 书中开了绿灯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非常正面的消息 短线高价IP股能再上吗 那这个类股轮动 高低阶轮动 第一价的这个低位阶的IP股 还有谁呢 我们请问伟群老师 护国神山台积电今天出席 这个吴玄念上演了田席秀 也是秒田席 现在有三席临门 台积电后面倒吃甘蔗 时间坡的修正 在台积电的除夕秀结束之后 有没有机会迎接 邪恶的第五坡呢 另外呢 低位阶 现在基优谷 还有没有机会还公道 包含了天上飞的 跟地上跑的 都有一些基优谷 给你找机会了 还卡位了 可以看谁呢 请问邓老师 我要回来锁定 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今天早上睡醒的投资人 看到美国股市表现跟包吾的谈话 应该会觉得非常的开心跟兴奋 的确呢 包吾终于松口了 不再反驳说不会降息的言论 还讲如果通膨控制得宜呢 会考虑这个降息的选项 美股昨天大涨哦 道琼创新高 那台北股市呢 也跟上 台股今天呢 是开高的走洋 那一度攻到1766班 那今天17668 那尾盘呢 是出量创高 今天呢 是售在17653点 成交量有放大到 接近4000亿有3830亿元 那今天呢 大盘上涨的工程之一 那就是这个电子股 尤其是全职股 包含呢 台积电呢 护国神山 今天除息三元 那其实呢 非常的容易啦 早盘呢 一开盘就秒天息 大力光更猛了哦 美林喊 大力光哦 股价摆脱谷底会上上 大力光呢 也有高阶手机 镜头的出货力多 今天股价差一点点 工长停板呢 真的非常久没有看到了 而连发科呢 也在创今年的新高 加上呢 台币近期啊 升值的态势非常的强劲 在热钱涌入之下呢 台股啊 有没有机会 摆脱12月 12月上半个月啊 非常纠结的走势 老夏老师 这一根红K棒 我们可不可以把理解说 经过11月份强涨 12月前半个月的这个休息 整理之后 今天这根红K棒表态的 第二波的涨势 或下一波涨势又要开始起来了 最主要就在于 台股在过去这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出现非常焦灼势 没有错 它是还是一样往上做挺升 可是最主要是今天这一根 关键的实体红K棒 也就是它在展现就是说 我绝对要超越稻穷工业指数 就是我们去观察过去这20年以来 你如果用很长的角度 比对台股跟稻穷 你会发现到台股肯定会追上稻穷 稻穷已经创新高 如果台股要超越稻穷 就要上万八嘛 那万八现在好像之乎是 各大市场专家的共识 我们现在看稻穷为什么会涨 主要是因为联准会 暗示明年至少降息三次 那通膨和经济成长放缓 看好软着陆 股市放鞭炮 明年会变成万八就是标配了吗 六大头顾奖 一万八千五到两万点 那股会是跳恰恰 加全再创今年高 都还没过今年高的股票 有谁啊 台积电跟联电 如果来万八 他们怎么可能不创高 大家可以有所期待 另外呢 昨天老夏老师才特别讲到 就是昨天 说大盘要再往上攻 其实一定要看联家居 尤其是联电的表现 就这么巧啊 哇 联电今天 非常的强悍 主要是因为他们说 他们也是IP股 洪家聪呢 身兼联电系统支援的动作 那他讲说 未来我们这个支援办理 1.2万张的限增大拇指 就是要让联电加速转型 用IP来养AI 联电今天站上 50块的集结区 要力拼填息缺口 那我们看到整体呢 这个AI带动了 消费电子的复苏 跟扩大的应用 其实呢 有一个族群 要说两个族群 跟消费电子的 这个上游 你组件有关联 就是记忆体跟被动元件 不要说它涨停板 但是它涨个不停 就非常的厉害了 记忆体的报价 续扬大摩也力挺 说全联优于大盆 目标价是570元 南亚科升到62元 利基电也有22块 那我们现在问重点 老师你说 既然道琼创新高 台股会跟上道琼 台股万八无宣殿 哇 这个更会怎么跟 靠什么族群来跟 最主要就在于 我们如果去回顾 过去从今年下半年以来 7月份到今天 如果从整个 类鼓集团族群去观察 最强的绝对是联电集团 好 那紧接而来就在于说 面对未来 比方说明年的第一季 到第二季 你该怎么看 我们从今天 这三个主要的新闻里面 你大致上就可以抓出 几个节奏出来 为什么这么讲 首先路透社他说 联总会预期要降息 所以道琼创历史新高 这是什么意思 我们回顾在大前天 道琼是创2023年以来的新高点 前天是标普创22 23年以来的新高 到了昨天晚上 不只是23年新高 道琼告诉我们他创历史新高 这个故事再告诉我们什么 往右边继续看 彭博说因为通膨这个目标 已经往两个百分点靠近 各位不要忘了 在当时因为通膨在两个百分点之内 那个时候美国的基准利率是 几乎是零 到现在已经到5.5 有得恐怖 所以为什么联总会要准备降息 OK 我们往右边再看 那到底是什么样的股票 在未来最有机会 我觉得巴隆就直接已经告诉我们 真实未来的答案了 他说国际这些重大的投资机构 在这里调升微软的目标 微软 为什么要去调升微软呢 买进平等一升升了大概100% 你知道吗 将近100% 好可怕 不是5% 10% 你说道琼创历史新高 竟然在这个时间点 为什么要调升微软 因为这个叫四代交替 也就是说预期接下来 不管是家用个人的AI电脑 AI PC或者是到笔电 预期未来 大家会产生一波新的换机槽 高达1亿4千万台之上 所以造成 你要微软会出新的作业系统 所以微软水转船高 怎么看呢 我们看左侧 来 各位请看 这是过去这一年微软的价格走势 我们讲把这一年 离现在最近的最大交易量抓出来 发生在7月17号 7月17号接下来 这个点会得出一条未来的景线 这个景线在多少 在343 目前在374 这就是我们的底线 除非我们看到微软的股价在未来 它跌破343 否则我们预期整个微软 持续向上做提升 回过头我们就要认识台北股市了 那怎么去认识台北股市呢 回顾美股在昨晚道琼工业指数 创历史新高 对不对 历史新高在哪 历史新高是在 2022年的1月7号 1月7号感到很重要 不是7号很重要 而是比对的过程 你就会知道为什么重要 因为台股的18619是1月5号 就是台股是比道琼来得强的 对 它领先创新高之后过了两天 道琼才创新高的 OK 所以台股原本它就会比道琼来得强 刚刚我们来看 从2022年的1月7号一直跟进去 跟现在 好 离开 第一名是谁 是道琼 因为它创历史新高 原本的历史新高在36952 现在来到37094 昨天是收在37090 几乎收到最高点 对不对 OK 好 往下看它涨幅是多少 以1月7号当基准点 道琼涨幅是两个百分点 标普是跌 灰色的是标普 还没创高 是跌一个百分点 道琼跌四个百分点 加全跌四个百分点 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什么 台股接下来有能力补涨多少 六个百分点 所以不是看18619 而是说18619叫标配 就是刚刚明君讲的 这个叫标配 台股应该要补涨 这个要补涨 该从几个角度来做观察 首先我们很快速把刚刚讲的 来 各位请看 这个2022年 这期22年 基本是23嘛 对不对 22年的时候这里是零 对 但几乎是零 这一年来就光是今年 拉到5.25到5.5 你说有恐怖吗 可怕 所以联准会说 我明年要叫三次 你知道吗 结果市场就针对他吃之以鼻 吃之以鼻 你说你清菜公公 最少要降六次 三次还不够要六次 联准会昨天说 我要准备降三次 也就是联准会总共19的成员 就这19个不会有20个 这19个他们出具的未来 这是23年的9月 这是23年现在12月最新的评价 针对明年后年 他针对美国的利率政策的看法 OK 你看这个紫色的 现在在这里 现在在这里 对 然后呢 1 2 3 他会降到这里 所以他准备降三次了 这是24年 对 这是23 对 这是25 如果各位您这样子看不清楚的话 你可以加入我们的Lite 8 OK 我们所有节目上的资料内容 都会放在我的Lite 8的笔记本里面 你加入Lite 8之后上去看就看得到了 好 接下来我们很快速看一下 加群指数的部分 因为今天是礼拜四 今天是很重要 OK 首先先看什么 周循环 不是 强弱关键 好 今天的单一分钟 最大量开盘量不看 交易量往下挡 找出第一根最大交易量 单一分钟 发生在9.07分 这个9.07分 纵使台北股市今天 整体成交量来到3800亿 对不对 问题是这一根 也是今天的最大量 OK 所以这个点在哪里 在17588 所以也就是说 这里是9点半 这里大概在9点15分到20分 也就是开盘之后 9.07分爆出单一分钟最大量 接下来在这里形成短整理 对不对 守住17588 今天就是个攻击盘 代表说 我就是一个强攻 往上奔腾的一个走势 关键在于 怎么去面对台北股市的变化 首先先看未来这一周 今天的最高 最高17668 最低17482 所以它告诉我们周循环 落在17575点 那紧接而来 好 我们就先看联电集团 对 这个联电集团 各位回顾过去 从7月份到今天 已经将近快6个月了 对不对 你过去是我们LINE好友的 你就回顾 为7月份第一档 从华泰开始 华泰系统连结这样一路上来 好 这叫集结区 各位有没有看到什么样的状况 也就是除了三菱 三菱的新星之外 对 所有的股票都告诉你 我就是站上集结区 你应该站在正向多方 OK 所以今天拿到五分 也其实有五档 那只要站上集结区的 我们的看法 台股这里要攻坚18619 小型股当然会动 会比较活泼 但是不可能靠小型股 中小型股 能够把台股往上推到18619 那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你绝对要看全职股 全职股一动 那就皆大欢喜 所以我们先看第一档 230 最重要的2303连电 连电它有两个集结 这边是一个集结 这边又一个集结 这边第二个集结 这里有两个 OK 各位你如果从LINE AD 我们加入之后 你的图表会看得比较清楚 OK 目前我们讲 它最主要就是50克 它无论如何要守之50 假设我们讲最坏状况 最坏状况就是 这个连电让人家很失望 我又是站不上50 台股就会进入整理 那是没有办法的事 所以接下来第一档 一定是看2303的连电 紧接而来我们就看 有哪些已经展开正式攻坚的 举例我们昨天是不是讲到 金元店 OK 这里是不是在集结喷出 我们讲过要找到会赢的方法 不要去想拉回买进 一个多头市场 你的股票还在拉回 那就是四个字太弱换强 不要浪费时间 一个多头 像你相信股票没涨停板 就已经不高兴了 还有在找拉回的 那你不是找弱势股中 找最差的股票吗 不对 对 你要找会赢的方法 站上集结区往上买 跌落集结区向下买 好 这个金元店站上集结区 之后连续两天的走强 另外一档也是连家军的 宏崎刚站上集结区 对 宏崎是今天正式 再度站上集结区 所以这个是列为未来 这集明天你可以列为 主要的观察标例 第一位补也这样 各位请看 一堆都是五分的 对不对 OK 我们的看法 请贼先请王 就是一定要把领头羊抓出来 明星跟我说纯两分钟 所以我要讲快一点 一个族群一分钟 对 所以很快我们就 来 我们看一下群联会去吗 这怎么可能会去 不要浪费时间 好 今天是12月14号 全世界总共12家投资机构 针对群联所出具的评价报告 你做个笔记 今年每股予以就是13块6 我们预期差距不会超过五毛钱 OK 这个不重要 现在看的都是看未来 明年29块 成长超过一倍以上 这个股票如果不去 台北股市绝对也不去 OK 成长一倍 这里是个大集结 站上集结 没有拉回买进的 就是往上买 你就看到你的绩效 就会展现得非常清楚 紧接而来被动延件 把老大抓出来 他一定是2327的国具了 对不对 国具一样 2023年探4月股份 目前预估每年总共全球15间投资机构的平均预计 国际每股予以为赚到5个股本 也成长快30% 所以我们很快速来做观察 这里有个集结 它跟年龄一样 有两个集结 这里站上第一个 这里站上第二个 代表指标股不涨 其他的类股走势就会比较平缓 所以抓住整个指标股 那最后跟各位分享一档 也是刚刚站上集结区的 各位你可以加入我们的LINE 我会在我个人的直播里面 帮大家做简报 好 老师 运用这个我们有限的时间节目当中 可能时间不太够但没关系 老师针对了整体的 美股联动到大盘 还有这个强势族群做的观察 请我们一直以来都看好 包含了这个联家军 以及被动元件跟记忆体族群 那这些股票呢 如果说当中的领头羊续墙的话呢 整体族群都有继续向上轮动的机会 那如果说你对刚才所讲的 节目内容任何想法的话 你都可以参考我们画面上面的联系方式 跟我们的老肖老师 加个朋友加个LINE 那里面的图表都会在LINE里面提供 那看不清楚呢 也可以跟老师来询问 老师有时间会跟同学们做互动 还有分享啦 关来聊一下 这个高价的IP股 我今天多数都是做拉回 都跌倒了 但是呢 灰达晶片喔 这个书中开绿灯 AI相关的题材喔 长线来看非常的健康 高价IP股的拉回 怎么样的关注IP股整体的气势呢 因为毕竟啊 今天营业达股价供 亮灯涨停版第二根 要切入IP的系统呢 也是亮灯涨停 IP概念股断线震荡之后能再上吗 那高价的震荡 第一位接着有谁可以留意呢 我们请问卫君老师 休息一下 所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这个美国股市的大涨 带动台北股市 今天走高来到一万七千六百点 那这个电子股当中 护国神山群发威 但是前两天非常强势的高价IP股 怎么有一点点预振乏力呢 但是没有关系 高价IP股不涨 但是低价IP股倒是非常的活泼 我们先来看一下英叶达 英叶达跳空笑纳第二根的涨停 那凯基台北买了近万张 还真厉害买得到 富邦证券也买了超过四千九百张 那今天的量比昨天更少 可是唯买张数比昨天暴增的更多 四十几万张排队买 到底这个还可以涨到哪里去呢 辉均高含量的IP产业不只是英叶达 包含了这个连家军的联电系统资源 也要一起来打团体战 要靠这个IP来养AI 有没有漏网之余呢 另外看到的是这个大力光 大力光肩股价也非常强势 一度要来挑战涨停板 两天已经涨了15%了 股价创下2021年9月以来新高 要来问鼎股后吗 外资连三买投信是连十八买 美龄海买进 目标价升到三千零八元 就跟他股后一样 看好更多的高阶产品带动毛利跟获利 那另外佳泽也今天供上千元 台股线十二千金 一个是这个光学镜头相关概念股 那一个就是我们昨天呢 帮大家追踪的IP相关 转身华丽转身的英叶达 好老师我们在讲英叶达之前 我们先来看这个讯息 台积电今天秒天息大家都非常开心 这个如果说你参加除息的投资人 应该都小合合三块钱又入贷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台积电最近接到好多这个 有关于抢单的讯息 但对它股价丝毫没有任何的影响 有一个新的内容 说呢降规晶片 NVIDIA出货中国 对台积电来说 是个非常非常好的利多 是的没有错 我想今天台北股市又创下了 今年的新高 就是我们一直鼓励各位同学 我说其实你不用看什么指标软体参数 或者看什么K线 有些人就数破浪 结果都追高杀低 对不对 你就知道说产业的发展 我说今年一定会有选举行情 甚至几个月前我说我看一万八 为什么 因为就是台积电 对啊 对不对 台积电 台积电好指数就会涨 对不对 今天台积电涨一块钱 指数涨八块 涨八点 对 今天又有这个消息更有趣了 你看前几天你又看到 雷蒙多又在恐吓大家了 对不对 都跟会他讲 你再给我乱搞 我就要禁止你销售 马上来这个制裁你 制裁你 对 结果今天这个新闻说 其实也还好 雷蒙多 一个礼拜过后就发家完了 对啊 雷蒙多也还 他也没有那么硬 对不对 甚至你说 就算近期NVIDIA被 这个美国有点制裁 有点限制 但是在台积电的投片量 始终未见修正 甚至还加 其实我从业界 我也是知道这样的信息 其实台积电明年NVIDIA 就会很好 所以为什么我都看那么乐观 对这个行情看这么乐观 我就一直鼓励各位同学 真的台积电很好 指数怎么会跌 对不对 那你说 如果啦 回答了降规方案 如果美国的商务部放行的话 对不对 台积电随时可开生产 对 近日更传出已接货 超级极件 Super Hard Run的要求 就可能还会再增加 当然你说 Covus的部分 当然就是创意 觉得是创意 所以你四星今天长多了 我说四星我们真的 就让大户去表演 3661 对不对 已经长到3600了 对啊 3660打正 对啊 然后现在有人看3800 有外资又看4100 不管 因为毕竟就 这个就是一个 大家看 看这些外资去修台 但是你说3443的创意 对不对 3443 对最近也是 来到前高附近震荡 也是很厉害啊 但是如果说创意 你说Covus再上去的话 对不对 Covus的产能再增加 创意绝对又是好事情 不过这也比较贵 所以我们就说 为什么我们要选智源嘛 对不对 那甚至来说 你看到今天 又有这样的讯息 恩智浦的新晶片 这个广汽埃安 有用搭的新晶片 所以你看到电动汽车 也慢慢的发酵了 甚至它也要找鸿海 Model B将来接棒 对不对 你看到今天其实像5425的台办 对 825的蓬城 台办又出了一个 比两周前更大的量 对 有没有看到 其实如果说比较低档的 像这种稳稳的 也很漂亮的低档 对不对 825的蓬城 IGBT 对不对 做最大的 对 有没有 虽然说它现在还没有标 台办这么漂亮 对 但是他们都是抵不起来 甚至8261的附顶 8261 已经先上来一波了 我去老师追踪很久的 对 先上来一波 它这边整理完收敛 有没有机会再上去 你说国具已经飞到天上去了 对 陈泰明并购大王 富顶有没有机会去并别人 好像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其实多头行情 真的要把握股票 还在低档的时候 因为创意我们那时候讲三四百块 现在一千都快两千了 真的肉也少了 但是是指标 对 所以我说真的 你看像刚才明君提到的 对不对 营业啦 3008大力光 新看3008 对 大力光 真的 我前几天我说光学股 Vigin Pro也有戏 又要涨价 所以明年二月可能会出 对 郁金光大力光最近都动了 你看大力光最近也动 因为它便宜啦 说实在本益比二十倍 真的你说外资 这些我觉得啦 应该有些的是 高股息的投信在买 因为它实在好料嘛 对 对 股价又不贵 本益比低啦 但是你说我们 我们在我的节目提到的 三三六 二四七六的巨匠 昨天还在讲喔 每天都涨 每天都涨 好可怕 那时候在这边讲 六十二块吧 现在七十七块了 也快二十几%了 对不对 那三三六二的 先进光 先进光老师 今天来跟大家说一下 对 我说低档 我们那时候一百块 我就说会成为 可能有比较 预进光的机会 不过今天大力光长 季强房 不是 先进光房 的修理人 对啊 开高手低 真可怕 所以为什么我常讲 真的 涨多了 不要看利多去乱追 尤其现在其实 很多股票就这样 他们有些是先涨 对不对 你看到很强 你就去追 结果又被修理 你看三五四八的照例 对 昨天跌停今天还打下来 对不对 那你看到K线都很强 指标软体都很强 去追 二五四跌到两百 甚至最近有一档 四七六三的材料 材料可以玩 营收都创新高 这边营收都利多 对不对 我还在我的前面 你看营收都利多 就一千二跌到八百 就是大家回归 他的本益比也好 对 又高了 因为我们要知道说 法人大户的看法 他们会去认同 对不对 就像说 刚才明天讲凯基台北 对不对 你像二三五六的音乐达 好 二三五六 今天好好再来聊一下他 对 我这样还特别说 我说 一看就知道是他们去锁的 对啊 老师你说 这个今天的走势很重要 那你从今天 他依然是开盘直接锁掌停板 那今天的量价关系 怎么样来做研判 今天当然量说 没有超过爆炸量 那你也是一堆人去排队 对啊 也代表说这边市场 你说凯基台北 富邦一些隔日冲的大户 他们还可以掌控 代表说他们还可以掌控 没有人偷跑 甚至 因为他们昨天都 没有人到 他们昨天都买掌停板 对啊 他们昨天大 你看凯基台北买 一万多张 都买掌停板 买得到真厉害 就是股票就是这样啊 你 对不对 产业竞争力嘛 音乐达就四十几块便宜嘛 他们也敢去锁嘛 对不对 但是你说七十几块 大家都跑光光好不好 对啊 之前 对不对 那时候七十几块 技嘉广达维新 技嘉广达音乐达 神达我都叫各位跑 对不对 那时候就很贵啊 它竞争力没那么高嘛 我说真的我们要看说 譬如说卖果汁的 果汁很好 你是百分之百的存汁 还是百分之十的果汁 这就差很多啦 价格就有差 对啊 你看那个伪创广达 你说AI的占比有多少 不到十%啦 对不对 人家围影是真正做伺服器的 人家也说没有这么好啊 对不对 我们要知道说 这个卖果汁的到底是 它的成分有多少 IP当然是百分之百原汁 对啦 对不对 所以他们才那么强 是 你说现在二三五六音乐打 二三五六 对 他也说 我也要做IP 但是各位同学也要想 它的营收占比有多少 你这样子知道 对不对 因为这么大的股本 营收这么大的公司 就是说可能 老师它这个欠到两个大客户的营收 不会这么快的出息 反映在它的每个月的财报上面 对不对 而且占比 其实我个人认为 其实也不是很大啦 当然你说明天就应该很关键 明天如果开高报大量 我们就是要观察 就不要乱追了 同学就不要乱追了 就看看就好 反而今天你说像二三五六 帮二三六三的系统 对 这个也是 连电也说我们也要IP 宏家冲就说我也要IP 对 但是他涨一大段了 这边也 我认为都他们去锁的 都是葛日冲去锁的 所以就是要看筹码 然后今天的量就很大 明天又来到前坡的高点附近 19万张 对啦 这有点尴尬 这有点尴尬 但是我想我们就是 做比较稳定的嘛 对不对 我想你说像资源绝对是 你说创意四星 如果说连电也要从IP做AI 那系统涨停呢 资源也是连家军的IP大将 资源怎么看呢 而且资源绝对是更好 这个获利也出来 然后这个怎么讲 技术能力也够好 你看创意对不对 这边其实震荡一下 你看隔日冲都被修理 因为对不对 他们没有办法掌控 一千多块股票 这个外资钱比较多 收完比较粗 你看这几天就被修理 但是你看资源也是 对不起 资源3035 3035 为什么这边我都要做价差 因为毕竟 因为他就是 还是很多隔日冲的筹码在里面 大家喜欢他 对 就是大部分的市场的大户法人 外资投信 大家都很认同 为什么就是一直洗上不去 现在原因就是他要现真 应该是他要现真 但是你说他洗完会不会上去 一定会 一定会 为什么 因为毕竟来说 他的一个基本面 或者获利能力 或者ARM的加持 在现在他又要现真 他现真一定是要搞更大的 对不对 洪家冲一定会搞上去的 所以我认为他是有机会的 当然你有兴趣可以跟我们做个联络 你说像这种比较小的比较便宜的 达发 达发 那我们先从联发科来看 对 2454 2454 对 前阵子我说联发科涨上去了 对不对 那要注意达发跟预态 对 这个已经又冲新高了 对啊 外资说1000嘛 对不对 应该是有机会的 因为他最近也是转型一些IP 又跟NVIDIA合作 但是你看 那时候我说 对不对 威胜第二的达发 今天577 因为联发科养的小金鸡 又筹码又轻了 这样这种就更会飞 联发科持股很多 对 甚至6679的预态也是一样 6679的预态 对不对 有没有 人在创高 联发科买200多块 后来跌到100多 对不对 买200多在这里买 后来跌到100多 大家都在笑 联发科买什么预态又套牢 又先来400多 所以有时候你看这些大的公司 尤其是这些高科技的大老板 他们看的眼光比我们准 对不对 就像说这场资源第二 有说也是有大咖入主 低位阶的IP 对 因为这时候 如果你去乱追股票 我是觉得有时候被修理 对 应该说这整个12月以来 乱追股票真的会伤痕累累 对啊 所以前这几天有没有 你看到股票都这样 大家都没亮 没信心 不敢玩 都被扒来扒去 对不对 那我们至少说 我们做股票说 你买一个低档的 未来有机会到哪里 法人目标在哪里 对不对 那未来的获利产业在哪里 你这样不会被人家修理 这种低档 未来有机会达到一倍 甚至有大咖入主 我觉得这种就是很好 有兴趣可以跟我们加个资源 就像说3217的U群 对不对 3217 我之前我想前几个月 我都说 我参加完同学会 我说卖尾 除了卖尾创以外 对不对 你可以买U群 我说DDR5它就是老大 对不对 你可以看到 也是洗啊洗啊 120 120 110 120 这边洗 后来就创新高来到176 对不对 你只要知道说 买得够低 比较不怕被洗 对 第一个买得够低 第二个你要知道 大户的看法 产业的竞争力 这样子才是最好的 好 那我希望 这个Light里面 有什么样的内容 跟大家分享 好 我想每天都会在 我们的一个公布栏 笔记本会有秀 大家操作的提示 标股的分享 如果说有最新的法轮报告 也会跟各位做个分享 好 老师认为IP股的行情 没有走完 那高价的IP股 稍作震荡休息 可是低价的IP股 依然是活蹦乱跳 那除了音业达系统 工上涨停板之外 这个资源第二 怎么来做掌握呢 位阶还很低 同学们可以来跟老师询问 参考一下我们联络 这个画面上面的联系方式 跟委群老师 加个朋友加个Light 那相关的节目资料 对在Light里面跟同学们 做一个这个提供 有问题都可以提出 广告来聊一下 这个台北股市 今天功高到17600 那护国神山呢 这个也是有占一份力 神山三喜临门 台积电间无悬念的秒填席 那邓老师说 时间波的修正 已经差不多结束了 搭配台积电秒填席 是喜上加喜 邪恶的第五波台北股市 要来了吗 那有一些基优股地位 接还没涨的可以看谁呢 我们请问邓老师 我要回来锁定 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今天是台积电的出席秀 那昨天邓老师又预告了 今天秒填席几率 非常的高 神山三喜临门 第13度的秒填席 那明年3月18号 会增加股力到3.5元 董作刘德英 昨天出席的公开场合 他不仅是对客户抢单的问题 他提出说 我们客户看的是技术品质之外 也认为半导体明年会健康成长 台积电三喜临门 第一个是德国的政府化僵局 对权王的补贴不变 所以去德国设厂的进度 是很顺利的再走 那喜事二是挥达降规晶片 要出给中国大陆 所以传出 现在台积电拿到 Super Hard Run的订单 喜事三是 两奈米二奈米实力很强 后年的iPhone 17将会采用 我真的好难想象 这iPhone 17到底效能会有多强大了 那另外我们看到这个 台北股市是不是 度过了时间波的修正 准备迎接上涨呢 那哪一些低位阶营收好的股票 会来表态呢 邓老师说 这AN族群当中的车登三雄 大意大涨之后 被注意了 要低调一点 但历青的股价就接力了 历青11月份的营收80.2亿元 年增37% 创始上新高 反而说下半年EPS拼 这个营收提升 EPS全年有4块钱 中国新客户加观音场的产线效益 明年营收估年增充百亿关卡 我们车登股比一比 哇 今年前三季 几乎几乎啦 都是赚赢去年 那代表加上第四季的话 保证是比去年的大要劲 好 老师那我们一样 从这个大盘跟台积电做观察 经过了这个 时间波的修正之后 老师今天的这根红棒表态 时间波的修正 是不是可以说战告结束了呢 从大盘的角度是结束了 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大盘好了 大盘 因为大盘已经过了这个 之前的17463都过了 所以它已经告诉说 我在走第五波 以大盘的角度 整个KD也再度交叉了 然后量也放大了 所以大盘没问题说 我已经过了之前的高点了 我开始要往18000来走了 回到台积电来 我们看台积电 台积电585是还没过 但是今天来到582了 如果再加上除息3块 那也是585了 所以基本上他也告诉 我也要动了 尤其短期均线纠结在这个地方 KD是低档才刚交叉 那当然台积电 整个KD会交叉 是因为台积电ADR先交叉 我想同学们很清楚 那我们看到 从台积电ADR来看 我讲的102.57也快到了 会不会今天就真的越过去了 像昨天的台积电ADR 是收102.12 只剩下小数点0.4级而已 那会不会明天就过去了 高点是过了 102.68是过了 他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 我要动了 我要动了 所以台积电 为什么昨天我们讲说 拼秒填席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好 那最重要是什么 我想要恭喜所有同学们 在这个台积电 回到台积电 他在565 566 还记得当时大家看我的字考 我一直讲什么 567附近买 有没有 有 连续讲一个礼拜 有来56附近你就买 如果说567附近 你真的照表操课的人 你买在567一定买得到 因为还杀到565 还杀到566 你看今天582你赚几块 15块再加3块 股息18块 18块 满倍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整个台积电的相关大同盟 我说亚翔他已经创了历史高 为什么我说亚翔 你就把它当指标 但我们就要去复制 亚翔为什么股价会创历史高 除了他的前三季转营去年之外 营收也是大幅度成长 所以我们就帮各位说 你去注意什么 星云跟红康 对 那你就发觉 今天红康开始在动了 星云小涨 红康涨得比较多 最多的时候 它涨了快10块钱 89块 那再来就是我们再讲了说 慧阳KY虽然没有涨 你说今天没什么涨 可是我更高兴是什么 因为它的空间更大了 它维持在50块字上做盘整 静值在63.37 那如果讲到慧阳KY 大家就会想到中航 我们当时跟中航 在推荐中航跟台航的时候 我们讲得很清楚 它离静值差了40% 结果中航超过40% 我们告诉赶快获利出新 不要玩了 就一直到现在都不会再买中航 那就换下一个就慧阳KY 现在离静值大概25 6% 那这个同学们要有点耐心 等到族群在轮动的时候 轮回来的时候 它又来了 这个就是你该赚的利润 不要每天羡慕那种 隔日冲 当冲 好 那我们来讲 昨天为什么特别加码说 给各位买力清 因为昨天大义是掌停 关门 很快就锁死了 那我是不是跟同学们讲 你没有大义不用追 那他也被警示 变注意鼓来 为什么 因为很快 他前一天插一档涨停 昨天又涨停 今天开高 开高短线客一定会稍微调节一下 小跌个3%都没事 大方向完全没变 但是你的操作的节奏是很清楚了 昨天告诉你不用再追 不要去追 已经落后人家 快20%了 你不要追 但是持有的没问题 为什么 你就要把停顺点往上移就好 把这个停顺点往上移就好了 昨天提到力清 我说他更不得了了 他前三季赚1.76是去年的5倍 如果回到第一章你再来看 今年要拼4块 我前三季赚1.76 我如果第四季要拼到赚4块 我的下半年要赚多少 要赚2块 2毛4 那是又比前三季 第四季 要赚2块多 第四季要赚这么多 第四季要赚2块多 各位 如果真的让他达真还得了 那真的是一个爆炸性的成长 我们说他前三季赚赚 他去年一整年那么多 然后你看公司都已经告诉你了 他的营收也创了历史高 所以基本上这就是昨天我们说 还有一档被遗漏掉的历青 结果各位看今天历青就特别强 耿鼎也被列为注意股 我说耿鼎是创了23年来新高 地保创了历史高 所以还没有创高的 机器还低的就是大域跟利青 可是大域今天被稍微被列为注意股 所以大家稍微保守一点休息一点 大方向没片 我们看到利青就很强 你看3346利青 今天就一举把这条线突破 季线 KD就交叉 量就放出来 然后各位看这个量 很漂亮 是不是过这个量 对 这个量已经过这里量 这量对过来就是这里 那代表什么 量是价的先行指标 他就说我会过这里 我这个量已经过这里了 所以我这个股价 未来大概一个礼拜 我要过这个高点 那就轻而易举了 所以持有力经的恭喜 拉回来可以继续买 好 我们讲要找到低轨道卫星 我昨天来比说这三档 你看一眼就知道赚最多是他 耀登 然后1到11月 歪一歪有成长也是他 可是法轮还没有大买 今天开始会买 今天开始会买 你就发觉到说 两个最好比的就是森达哥跟耀登 两个都是100多块 对 可是森达哥比耀登贵 贵了1 20块 但是我获利比你好 我们看江坡图会更快 好 看一下3138的江坡走势图 森达哥看完了 看这看他 一个跌3块多 一个涨5块多 他至少距离要慢慢拉近 所以你就发觉 他开始慢慢的在走 我们在讲的 为什么 因为所有的低轨道卫星 只有他的位阶是最低的 所以今天的表格 你会发觉跟昨天是一样没有变 但是操作 停损价通通有变 同学们 你不要看这股票没变 可是每一天你要切入了点 还有你的停损点 停力点要怎么移 是每天都有变的 那我们到了下礼拜 我就会把这个亚翔拿掉了 因为当指标拿掉 甚至我会把森达科 跟色帽拿掉 我再去挑 还有什么族群 符合我们讲的 有3D 有展望家 又G7D 我就会帮各位 再补新的股票 那大家先把QR Code 掃起来 加入Light 那搜寻我的直播 会有更多股票的 精彩内容的分享 好的确邓老师在 这个两礼拜前就提醒大家 这个时间破修正千万不要追涨 买黑麦红比较安全 那的确经过这两周的验证之后 大家如果觉得很难操作 就是因为它这个轮涨的速度很快 所以买黑麦红真的是一个 比较安全的方式 好老师那我们从台积电 快速来做浏览 OK 我想在今天硬图的时候 在580 但是到最后我可能拉到580 很漂亮 那基本上我们之前说过 这个地方你就是585跟582画一个切线 那我说只要站稳578就OK了 578就是当时这个台积电AD 那个缺口的上方 那它也站上了 先说582 而且还加上除息三块 所以基本上它已经告诉你说 我要走第五波了 我要走第五波了 那各位第五波你会算 第五波我们就跟各位暗示了 这里有40块 40块 对 那至少从这个低点你算得出来 565 605 所以保守估计是605 保守 最保守 会不会变邪恶第五波 就要看后面 后面的筹码大户都 一直把它拱上去 那就不止40块 但是40块是保守估计 就是第一波的等幅的涨幅 那你看亚翔 最近就是维持在高档整理 那如果你持有它 那你就把停力点守好 那如果说你已经在低档买的 我会建议你 你干脆把它获利出来 转去买星云或是万论 也其实OK的 蛮不错的 那我们看星云 它也是来回到这个月线就撑住了 那基本上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时间波的修正 它就可以指标快速修正 你看我长这么大段 对不对 我指标上来这里 我跌这么一小段 我指标就打回到20附近 我一勾上来 我就再一次走 这个就会走 第三波的组身段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台积电 1 2 3 4要走5了对不对 它是落后的 它走1 它走2 未来要走3 那3一定会大于1 大家知道组身段 一定大于初身段 所以你当然要这个时候买 等它飙上去就是你的 期长的转折点 对 如果你再看红康也是一样的道理 这里是1 这里是2的话 这个也是3 这里我当时印图还没有交叉 那我们看一下 后来交叉了 因为它收239 我们盘中传途到东升的时候 是236 它239就告诉我交叉了 所以会不会大涨喷出 而且基本面好到不行 有没有 所以我说 如果你有所谓的亚翔 你不如把它换到红康 也很棒 红康已经交叉了 好 讲到惠洋K1 你看现在离近值更远 法人还是买了6000多张 光这个月 所以你发觉其实它在上个月开始买 这个月买更凶 之前这1 2 3 4 5 6都是卖的 所以基本上它回到禁止不过分 复制中行期长的模式 可以期待的 好 好 讲到历青 你就发觉它这个短底已经出来了 早上我硬提的时候 它预估量 我就知道这个量会过这里 有没有 量果然是过了 过了之后各位去想 这个地方的高点自己看 也就是说现在的它 有拉回你就要站在买方 尤其这一条线已经突破了 我印图是没有 可是各位看这里是突破了 所以这一条线就是季线 季线 KD交叉量已经过了 所以明后天如果有在这季线附近 都是买点 然后短线 短线第一波目标 先挑战这里 因为量已经过了 对 量已经过了 所以你说空手要买它可以的 回到季线附近就可以买 然后目标54.9 大量前高 短线操作先看那里 大亿我们讲过 它这个减线已经过了 虽然现在被列为注意股 所以稍微收敛一点 可是你看这个州的量 也过这里了 所以它量价都没有问题 我们说过这个1比1 你就抓10块 所以拉回来都可以低接 我们字卡上有告诉各位 拉回来低接就好 它五日线还是没有碰到 还是很强 所以接近五日线再来买就好 好 讲到昨天提到声帽 其实声帽在低轨道卫星做席高的 它还算不错 但是我们说过 这个拿来做比较 它的机其实属于中上 跟所谓的 我们提到的声达科是一样的 如果提到声达科 你再看药灯 你就会说 我怎么会选也要选它 第一个 昨天让各位看月线 今天看周线 它的机期是低 而且刚交叉 对吧 这就是为什么说 一样是100多块 那你不如把你的声达科 翻药灯 药灯赚得比它多 股价比它便宜 那机期又比它低 所以今天大家都发觉 声达科是跌下来 可是药灯就拉上去 所以基本上它的空间 股价会靠近 对 所以药灯拉回来都还是要站在买